小教室出發 這次的節目是 提供的支持者提供 對不起 怎麼了 怎麼了 像夏勒這種情況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常遇到 要怎麼解決呢 走 往我們的小教室出發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的是 門邊條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也是車主最常遇到的 就是開門可能會去碰撞到 所以這個算是非常實用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這邊有準備好這個門邊的部分 它一共是4條 那長度基本上是符合大部分的車種 那一樣清潔完畢以後 我們開始從上面開始貼囉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 因為我們手會去摸到前面 所以一般我們在貼的時候 上面會讓它超過一點點 然後寬度的話 抓一個適中的寬度 大概是一個六四左右的這個比例 不然它超過太多 可能會比較醜一點 先把第一點固定住 然後等距喔 做起來會比較美觀一點 順著它將裡面的氣泡排出 我們先將多餘的這個材料給切除 方便待會試工 門邊的這個保護條它是通用的 所以它適用大部分的車型 那長度可能會有一些多的這個部分 可能需要你整個弄好以後 將多餘的長度給它裁掉 好尾巴這邊我們算好所需的長度 上面的部分一樣 在上面這邊其實是不太容易碰到的 所以我們在取個適當的長度 就把它修掉 好我們剛剛在做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正面的部分 正面的部分全部都好了以後 順勢在這個R角 做一個這個刮除的這個部分 讓它R角是夠服貼的 那順勢就慢慢的把角度往內 開始收 好最後再拿一塊布 稍微把它壓實一點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門邊條保護DIY的部分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整個的角度 是把你整個這個門邊的部分都保護住 好我們在開門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去碰撞到 OK那門邊的保護條教學就到這邊囉 剛剛的教學大家都有學會了嗎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處留言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掰掰